再来看到圣路一红雀跟芝加哥小熊的比赛 双方在一开赛就打出火药味 小熊队的打者Ian Hub在挥棒落空之后 向后甩的球棒竟然直接砸在红雀捕手的头上 捕手当场是受伤退场 随后红雀的捕手Miles Nicholas 就对刚刚那位打者投出触身球 似乎有报复的意味 最后裁判认定投手是故意投出危险球 将他驱逐出场 这下个小熊踢换身路一红雀 比赛一开始就打出火药味 而导火线就是这一回 教练和防护员赶紧上场关心 小熊第三棒打者Ian Hub 球棒往后甩的动作比较大 不偏不已就砸在红雀捕手Contreras的头上 Contreras污血头表情相当痛苦 评估过后还是先行退场检查 不过离开时还是跟凶手Hab拥抱一下 毕竟双方都是手势的老朋友 只不过Contreras的队友Mikolas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一颗诉求就朝Ian Hub身上招呼过去 猪神立刻召集裁判meeting讨论最后任劲Mikolas 就是故意投出危险球将他驱逐出场 虽然Mikolas想要辩解但是没有用 总教练也想回紫地饼讲个两句 但结果就是一起赶出去 而这个插曲也打乱了红雀投手调度 紧急登板的投手来不及热身 连连的保送又挨打 红雀投手群被打爆 最终就以3比10输掉了比赛 华日新闻总统报道